接下来的亲子游戏还会特别特别好玩的 马上进入小螃蟹 运珍珠 爱好龙华 套画和打篮球 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橘色游戏 小宝四岁半了 是个活泼调皮的小男孩 经常黏着姥姥讲故事 最喜欢去海边玩 喜欢和妈妈去看电影 和爸爸去游乐场 在海底世界啊 有两个美丽的扇贝公主 她们都是小朋友们的妈妈变成的 两个扇贝公主一粗心 就把她们扇贝里的珍珠给丢了 怎么办呢 于是她们请小螃蟹和大螃蟹来帮忙 在今天的游戏里 小螃蟹和大螃蟹要依此出发 而且要横着走 她们要把扇贝公主丢失的珍珠 帮她们找回来 找到之后呢 她们要把珍珠沾到扇贝公主的贝壳里面去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谁帮扇贝公主找回的珍珠最多 谁就是最能干的小螃蟹了 好 准备好 计时开始 小螃蟹要横着走 横着走呀 横着走 这个小朋友这个横着走 这个很漂亮啊 她们走的这种故事 她们要趁扇贝公主打开贝壳的时候呢 把这个珍珠给粘进去 小螃蟹只要把珍珠粘到贝壳仙子的身上 爸爸就可以出发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 爸爸也要横着走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珍珠确实运过去了 可是粘住的太少了 小螃蟹拆倒了 我帮你扶起来 真勇敢 继续 快走 小螃蟹快回去了 继续 我觉得这个螃蟹爸爸可以帮忙 把掉在地上的珍珠给粘上去 因为所以我们要看是 粘在贝壳上面的珍珠究竟有多少 我们算这个个数 扇贝公主不停地在说 好不容易回来的珍珠又掉了 所以在这个游戏当中 还要培养小朋友们的一个耐心 它们虽然顺利地把这个珍珠硬过去了 但是呢 它们要非常有耐心地把这个珍珠呢 粘到三贝公主的身上 好 可以看到 小螃蟹真是横冲直撞 根本不顾脚底下的什么小海星 小海草 全被它们踩掉了 小螃蟹又摔倒了 小螃蟹又摔倒了 来 哎呦 好远 这样起来 快去宝宝 快去 小宝加油 小宝 狗狗加油 在这个游戏当中 小朋友严格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进行 所以他们要保持横着走的一种状态 可以看到小宝速度还是很快的 小心别和大螃蟹撞了 哎 好 而且呢 两个这个贝壳妈妈呢 她们还要不停地去扇动她们的这个贝壳 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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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加油 抬上最后的15秒 抬上5秒 速度要快 时间到 哈哈哈哈 最后那个还能粘上去吗 哎 别了 别了 我看 哎呀好嘞 来 来 两个扇贝公主 粘到中间来啊 我们数一下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哎 不是不是 五六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小宝一共帮助扇贝公主找回了十二颗珍珠 你棒不棒啊 棒 太棒了啊 真好 来我们再来看看果果他们家一共找到多少颗珍珠啊 一 二 三 四 这边是四颗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颗珍珠 果果也特别的棒对不对 对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按照珍珠的个数呢 获胜方呢应该是我们的小宝一家 祝贺小宝 他跑到这儿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当然我们的这个果果一家也完成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果果 哇很棒 好啦 今天也来赶紧让我们的螃蟹爸爸们去休息一下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爱鸡小饭 我们 文 或 员 厉名